在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周四驳斥九二共识 并非马英九声称的两厢情愿 而是国民党政府对北京投怀送报 他更言辞警告 九二共识是包裹中国统一台湾的糖衣毒药 是死亡之吻 吕秀莲说 九二共识是kiss of dance 死亡之吻 别在那里一天到晚再讲 九二共识多好 还要逼迫蔡英文主席 同样要跟他拥抱九二共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挺身来说 九二共识是2300万人 跟中国领导者的死亡之吻 你还要继续接吻下去吗 民进党籍的吕秀莲 周四召开揭开九二共识的黑盒子记者会 拿出两岸双边历史文件 解码关键的黑盒子 就是1992年8月1日 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 对一个中国含义所做的决议 则认为一个中国是指 1912年成立迄今的中华民国 其主权集于整个中国 但目前之治权则仅集于台澎金马 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 但大陆意为中国之一部分 吕秀莲因此批判 国民党自己做成的八一决议文 你自己已经缴借投降了嘛 你已经自己说一个中国的原则 而且自己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不是两厢成怨 我说是国民党当时是投怀送报 吕秀莲指出 1992年8月1号 我们在台北的总统府自己开口讲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么现在他强调的是 方方负语的含义不同 但是结果被北京抓住 你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尤其下面那句话一样要命 我们自己承认说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 但大陆意为中国之一部分 这第二句是废话 大陆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问题是你台湾的国统会 干嘛自己来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11月3号记住 当海基会 透过新闻稿说 我们的这个长官啊 送请我用口头表述 那么表述的内容 就是这个决议文的时候 你看北京不是大喜过望吗 所以台北一宣布 北京马上回应接受 真的就是黑鞋子 吕秀莲接着说 1998年上海孤翁会谈 汪道涵提出86字说明 进而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目前尚未统一 双方因共同努力 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平等协商 共义统一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夕 中国进一步公开宣称 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 并以三个动物条件 对台湾进行威胁 不过 吕秀莲强调 1998年 前总统李登辉 抢在汪道涵准备赴台 宣布一国两制内容时 接受德国之音访问 突然先发制人提出 两岸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推翻九二共识 而2006年 他的搭档陈水扁总统 更宣布终止适用国统纲领 和终止运作国统会的 废桶政策 就是宣告 八一决议文 以正式失效 吕秀莲认为 1996年台湾人民 直选总统 更显示台湾主权 以事实独立 这就是九六共识 包括李登辉的两国论 和陈水扁的废桶 这三点都能破除 九二共识魔咒 为何马政府都不讲 吕秀莲表示 1992年至今 已有约四百万台湾人民离世 明年则增加六百万新世代选民 呼吁各党派总统大选候选人 应该以情势变更为由 要求北京尊重台湾最新的民意 吕秀莲向即将启程 前往北京 见习近平的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喊话说 我们现在来公开要求 朱立伦主席 你这一次 在朱席会的时候 后大家一向朱主席说 我代表中国国民党 我来自中华民国 假如这一次朱立伦主席 访问中国的时间 不敢讲出中华民国的话 回到台湾来 请他务必向人民道歉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